凤容地区农会协助农友行销凤林镇中心部落193县所种植的梯田米 农会总干事黄荣和表示 经过测试之后 这个地方梯田适合种植高雄147号米 可以闻到淡淡的芋头香 咀嚼的时候还有滑润感 中心部落梯田风景优美又有代表性 希望未来可以发展成观光产业 也成为国际曼城凤林的新兴修气点 凤容地区农会为协助农友行销凤林镇中心部落193县 所种植的梯田米 22号举行浪漫193县梯田米上市的记者会 现场聚集家政班婆婆妈妈和新住民 利用梯田米做出卤肉饭米糕米披萨香气十足 山西美这里是193县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有些人大家都知道 我们花园是一个重谷 东边是海岸山脉 西边也是中央山脉 这两个山脉地址不一样 是档块也不一样 我们海岸山脉是费冰档块 是火山也 做的重的东西跟我们中央山脉的不一样 黄荣河指出凤林环境优美 农产丰富 水稻面积大约1000多公顷 也有大型稻谷烘干 金米厂等等 却始终没有响亮的稻米品牌 经过讨论决定积极自创凤林稻米的品牌 期盼借由主打梯田米 打响知名度之后 有朝一日能够走入国际市场 说真的我们凤林镇 客家小镇真的是太保守了 都忘了行销我们自己的优质农特产品 在中兴部落这个地方 尤其它是海岸山脉 它的温差非常非常大 而且没有病种害 所以它所生产的这个 147的这个新的品种 是我们凤农地区农会 在今年推出的一个代表作 种植两公顷多的梯田米 农友忠彼得说 梯田比较怕风吹 在管理上施肥很重要 尽量以不破坏环境为主 梯田米口感Q又有粘性 米质晶莹剔透 很适合做成加工品 至于我们那边的话 比较怕的是风 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就风很大 那所以在管理上 你的施肥是非常重要 那你施肥的施肥 以前后跟它的成长 跟它的运费都很重要 那不是说我尽量吃肥 给它胖胖胖胖 那一定有一个过程 就好像我们带小孩 小孩子一样 一定有一个阶段性 种植的农民也表示 以前都是自成自销 现在卖给农会有一定的利润 会继续种出更好吃的提甜米 记者林杰峰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plotting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